大家好,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欧洲央行周四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并释放出可能进一步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的信号 欧元对美元从1.132大幅下挫至1.1089 创下9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但在高盛看来 欧元的贬值压力并未有限 明年3月欧元目标为0.95 高盛分析师称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讲话暗示 12月3日的会议可能推出新的货币刺激措施 力度可能比1月的还要大 欧洲当前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加码 存款利率也可能进一步下调 他写道 在欧洲央行发布会召开期间 欧元大幅走低 但我们认为欧元仍有很大的下跌空间 我们本周稍早曾提到 十个基点的存款利率下调 会意味着欧元未来还有两次大跌 在今天的发布会之后 欧洲央行可能于12月下调存款利率 意味着在发布会之前 欧元1.13的汇率水平将会降至1.11 当然欧洲央行在12月也很有可能只选择扩大量化宽松政策 而这样以来欧元下跌程度将会更大 我们的欧洲经济团队对不同情景的研究显示 从现在开始欧元将至少大跌5到6次 重回3月创下的1.05的低点 欧洲经济基本面来看 高盛过去一直认为欧洲央行应该推出新的刺激措施 今年3月高盛将欧元未来12个月的目标水平 由1.08降调至0.95 分析师Brooks认为 周四是欧洲央行的决策时刻 为未来给出了明确信号 鉴于此维持对欧元走势预期 欧元的下滑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